拿了奖 拿到手转的感觉如何 麻木 我们是一种爆发式的成长和改变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 社会很难免会有这种 魔幻的 超现实不可理解的事情 就像 《三峡凤姐》给我带来的印象一样 我觉得它不是人类所居之地 它是一个魔幻的地方 所以就 在那个电影里面 就出来了一个 UFO 我觉得既然 现实世界里面有这种 超现实的感受 就应该把它这种感受 作为现实的一部分 拍在电影里面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是 人的一种无独近地 然后抬头看一下日月星辰 抬头看一下 在它穿梭的节奏 飞铁的时候 那是很难得的 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好 接下来提问关键交给观众 我其实一直在 这两年就是 纪录片推出的比较少 比较频繁的是在 2010年之前就一直在 拍了很多纪录片 我觉得 保持纪录片的拍摄它会让人 就是相对于来说 让电影导演不要太迟钝 因为他一直在提醒我们 要快速做出反应 快速的看到你能看到的东西 快速的采用你觉得认为 最合适的能够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就是我13年拍了一部电影 叫《天注定》 可能有些朋友也看过 我在拍《天注定》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 我就像我这个小屋里面的小屋 我这个小童 如果看到《天注定》里面 这四个突发的暴力时间 他会这么想 他会觉得这个时代是很糟糕了 像他想象的一样 我觉得 其实 我们 对我来说 我觉得 就是 2000年左右 对被害的设想 期待能够 期待能够 有所改变的社会 或者是人 他确实在改变 但是 我觉得 他改变的太慢 没有那么老得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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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